好久沒聽到的輕快節奏 台北市夾娃娃機店 絢爛燈光亮起 因為從8月3號起 就能申請赴業 一接到消息 業者就迫不及待到店裡 整頓設施 語氣好無奈 因為停業快三個月 租金跟著空燒 以為馬上就能復工 沒想到北市比中央更嚴格 8月3號起 受理業者申請赴業 要經過市府同意 才能對外營運 這流程大概要3到4天 娃娃機店成功申請赴業之後 除了基本的實名制 最新規定 在營業時間一定要有專人在 而且出入口也要縮小 未來人流管控和口罩不能少 民眾進入先噴酒精 機台消毒 更是必須按鈕搖桿都不放過 但營業時一定要有專人雇 讓業者只能再嘆口氣 會不會造成你們的負擔 會要再加重一點點 可能成本不太符合成本 很多比較小間的都已經淘汰掉 還要再請人雇 然後租金也 租金問題 一些成本考量 那這樣子你們是24小時 不會 因為你要有人顧的話 你就沒辦法24小時 跟著滾動式調整 而新北市因為防疫考量 暫時不會跟著開放 夾娃娃機愛好者 就算手癢也只能再等一等 TVBS新聞誠意的李婷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